亲爱的小朋友们,刚才我们一起去学习了《丁子龟》当中出现的事物忙,忙多错,物未难,物侵略,斗闹场,绝物尽,斜屁事,绝物问。 现在让我们放松一下,一起去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吧,故事的名字叫做欲速不达。 因此,我们入聖宵监控器就会弄出了一家的故事。 这边是物资的故事有利,可看看是一个简单的故事,那是一个。 很好奇地,你也能准备在关城门前进场去,还有一个小时的故事。 很可怕,走在这边,是一个一样的故事,不需要了。 大哥,你说我还能赶得及在关城门之前进场吗? 你要是慢慢的走 可能还来得及 你这个人 开什么玩笑啊 难道慢走可以进城 快走反倒进不了城了吗 你快快跑了 就跑了起来 你会不会走 这么一跳 橘子滚了一地 农夫只好急忙收橘子 一个个往担子里装 天黑了下来 农夫挑着橘子 来到了城下 城门已经关了 农夫终于没有进城 这个故事说的是 做任何事情 快不是坏事 但是在快的同时 必须重视客观条件和事物发展规律 否则简单的追求快 难免会出错 那样不但快不了 反而更最事 所以叫做 欲速不达 亲爱的小金灵们 刚才我们一起看了这个故事名字叫做 欲速不达 我们也会发现往往啊 忙中出错 可是这并不是告诉我们做事情就可以拖拖拉拉 所以说我们就会发现联系生活时机 我们要明确的是做任何事情呀 都要提前 有规划 不要等到时间非常紧张的时候 逼自己去 欲速不达呀 好 那么在整个我们在去为人处事处理一些事情的过程当中 也不要忘记 一定要爱做该做的事 说该说的话 有一些不应该我们去参与的事情 我们不要做 也不要随便乱发掉意见 这才是故人的修身之道 那现在让我们继续去探索弟子规当中的智慧吧 这一部分呀 跟我们一起分享的是 江入门 问熟存 江上堂 生碧阳 人问谁 对以名 无与我 不分明 好 我们拍摄手来 一起来读一遍啊 江入门 咱 一 江入门 问熟存 江上堂 生碧阳 人问谁 对以名 无与我 不分明 好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呀 江入门 问熟存 熟就是谁 江入门呢 就是我将要进门的时候 无论是到别人家做客 或者是回到自己家 对不对 因为家里不仅仅是你一个人 可能有你的爸爸妈妈 如果是成年人的话 可能有他的妻子 可能有我们的族里 对吧 无论是对待谁 问熟存 在进门之前呀 我们要问一问 谁在家啦 对不对 你不要进门不吭声 出门也不吭声 好江上堂 生碧阳 哎 那么不仅仅如此呀 我们在去家里的时候也好 或者是我要去参加什么样的场合的时候也好 对不对 哎 那么我在做事情的时候呢 一定要提前打招呼 不要不声不响 比如说 哎 某一天你回家了 然后自己不声不响 那就进门了 进家门之后 给爸爸吓一跳 对不对 哎 从后面走路都没有声音的 就捏手捏脚的过去了 不要这样 好 人问谁 对以名 哎 当我们去别人家的时候 哎 我就要干嘛呀 当当当 要敲门 生碧阳就去问 有人在家吗 是吧 好 这时候主人就问了 说你是谁呀 哎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呀 对以名 我就要去回答 告诉他 我究竟是 什么名字 我究竟是谁 可是有的人 或者是有的小朋友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我是我 对吧 无 就是 我的意思 我 还是 我的意思 你说 你是你 他却不知道 这就是你 对不对 哎 不分明 如果你说 我是我 别人不知道 你是谁呀 打电话的时候 也是一样 你是谁呀 我是我 我你都猜不出来了 一定要告诉别人 你究竟是谁 否则 很容易把别人弄得 一头雾水 对不对 哎 在做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干嘛呀 哎 要做我们 哎 这个 这个所有的事情当中啊 都要做一些 让别人感觉到舒适的 非常舒服的事情 不要让别人 摸不着头戏 好了 孩子们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这一部分内容啊 将入门 三 二 一 将入门 问熟 留存 将上藏 生地扬 人们谁 对你 无与我 不分明 哎 那么分享了这么多啊 有的小朋友肯定就会非常好奇了 说老师 哎 古人是这样要求我们的 可是他们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在他们生活当中 有没有发生过一些非常非常有趣的小故事呢 那接下来呀 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人 来看老师的背后这幅图 你一定就会发现 在他小的时候 哎 发生过什么事情啊 哎 孟母断肌 看到了吗 哎 就剪了那个上面的织好的那个布 对不对 好 哎 这个小故事啊 就是发生在孟子身上的 可是他可说的不是孟子小的时候的故事了 而是呀 孟子在长大之后 有一天呀 发生了一件事情 哎 他呀 就要把自己的妻子给修掉 那 这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孟子最后做了怎样的决定呢 我们下车 匀 我们下车